第十二章,就是增加文章中的文字連結 平常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可能頻不持續地把文章寫完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做一件事情 就是文章裡面如果有某些關鍵字,是提到我們的產品 或者是我們想要提供的服務 那請記得這個關鍵字我們要把它mark起來 就是把它選取之後,把它加出,或者是把它加超鏈結 連結到哪裡去呢?如果是提到商品的名字 我們可以把它直接連結到我們的商品的銷售頁 那如果是提到這個商品的一些應用 我們可以把這個商品的應用方式連結到某一頁專門講這個應用方式的網頁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可以增加這個關鍵字 被搜尋引擎判斷為有參考價值的網頁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 而且我們還可以做網內的互聯 就是說我們如果第一篇文章提到的內容跟第二篇文章相關 那第一篇文章裡面的這個文字超鏈結 我們就可以把它連到第二篇文章去 那相對的如果第三篇文章也有提到第一篇文章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第三篇文章的這個關鍵字也連結到第一篇文章 那網友在看你這一篇文章的時候 不管他看到哪一篇 他裡面都有你自己設定的一些連結 網友如果對你的某一個連結有興趣的話 某一個關鍵字有興趣的話 他點擊這個關鍵字也會連到你的另一個網頁 那他停留在你網站的時間是不是拉長了 這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 那如果停留在你的網站越久 他的黏著度越高 這個停留在你的網站上的時間越長的話 對搜尋引擎來講你的網站是越有利的 第十二招 增加文章中的文字連結 比如說你的文章裡面有寫到像這段文章 文章分享工具 那移過去會變手指頭 點下去的時候就會連結到某一篇文章去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選擇相關文字 用於連結的文字應該至少提供有關要連結的網頁的基本訊息 比如說這篇文章再連到另外一篇文章 而且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你自己的網站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很多 第一個 他這篇文章A文章連到B文章 是不是就可以產生這個A文章這段文字的重要性 對搜尋引擎來講 這段文字是不是提高了它的重要性 那第二個好處呢 他可以提高網友的連絕度 比如說他看了你的第一篇文章 他停留了五分鐘 那因為這一個連結再點選到第二篇文章 他又停留了五分鐘 那他在你的網站就停留了十分鐘 我們要知道一個網友訪客 在你的網站停留的時間越久 代表他的連絕度越高 這個也會列入搜尋引擎的統計 如果一個網友在你的網站停留時間越久 那你的網站的PR值 或你的網站被搜尋請的那個排名 是真的有有好處會往上拉的效果 那請避免什麼呢 撰寫一般性的文字 比如說假設你今天要把某一些文字 讓網友點下去連結到某一篇文章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放一些比較有意義的關鍵字 比如說上面這一篇文章是寫文章分享工具 這六個字 文章分享工具這六個字是可以做超鏈接 然後連到別的網站去 那你不要按說按一下此處 然後人家按一下此處這幾個字連到別的文章 這樣的效果是比較不好的 因為按一下此處這個沒有意義 如果你寫文章分享工具 這個比較具體這個比較有意義 所以要做文字的鏈接 你也要把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文字 標示起來 然後點選之後再連到別的文章去 避免使用偏離主題 或與連結之網頁內容無關的文字 這就剛剛講的 按一下此處這是沒有意義的 還有使用網頁的網址做為連結的文字 這個也盡量避免 有些人會說請連結到詞篇網站 然後他就把那整串網址貼上去 人家要點選那個網址才能夠連到那個網站 那這樣子對搜尋型來講也比較沒有意義 盡量把那個網址拿掉 變成一個文字 比如說文章分享工具 而這六個文字 然後點選他超連結到那一頁網址去 這樣比較好 不要直接把那一頁網址貼上來 那還有一個技巧就是撰寫簡明的文字 要使用簡單明了的文字 通常是使用一些字詞或簡短的字組 那可以多放內部連結 剛剛有講過A文章連到B文章 它還是在你的自己的網站 那你自己的網站的被閱讀 被閱讀率提高 而且這個網友的訪客 他在你的網站停留時間比較久 這是有好處的 大部分通常都只會考慮指向外部連結 可能把自己的文章連到外面的文章去 但是我們要注意一下 內部的連結可以幫助使用者 和Google更容易瀏覽你的網站 機器人 Google的機器人也是 比如說 它來連結 它來是你的第一篇網站 然後看到你的 你的某一個文字有超連結 又連到第二篇文章去 而且是在同一個網站 那Google這個搜尋機器人 是不是在你的網站停留比較久 所以搜尋機器人就會把你的網站 視為比較好的 值比較好的網站 那單一網頁上的連結數量 盡量保持在合理的範圍內 少於100 這個見仁見智 就是說 你的 你的網站裡面 關鍵字可能有五個或六個關鍵字 那是連結到另外五篇文章 或六篇文章去的 那太多也不要多的離譜啦 反正你把 把人的思考邏輯 套用到它 搭Google搜尋機器人的思考邏輯就對了 一般 一般這個網站 其實它本來就是做給人看的 那搜尋引擎呢 其實它是一種 模擬人類的一種機器人 所以你盡量不要太惡意 不要太離譜 盡量讓它做的跟比較人性化一點 那其實搜尋引擎就會視為你這是一個好的網頁 正常